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所有有線電視的嘉靈觀眾 收看我們這次《強勢回歸》的《怪談》 在這裡,我梁思豪代表 我們全組的工作人員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這次《強勢回歸》 不僅有很多內容 有陰陽眼系列、冥婚系列 靈異直播系列 甚至就像今天一樣 有些真實觀眾求助個案 剛才我介紹了我的名字 我是梁思豪 當然有我的鬼妻拍檔 我是梁思豪 大家好,我是梁思豪 緊接我們的節目就是《午夜空靈》 而今晚的嘉賓就是馬關程老師 如果大家有任何靈異經歷 歡迎打臨我們的空靈線 電話號碼是1831-121 除了馬關程老師之外 而我們現場有浩雲老師 浩雲老師,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為何會叫他老師呢? 因為你要跟他學很多東西 剛才也說過 我們這次《強勢回歸》 有很多觀眾真實求助個案 是的 這兩個星期大家看到很多 這次我們也去到 新會有一個求助個案 稍後也有一個香港的求助個案 但這次新會你們兩個上去 整個事情 如果突然間 譬如整個家人 有家人 突然間其中一個人 好像突然間變成另一個人 很多人就會覺得他可能情緒有問題 又或者精神上有問題 但是有第三個可能 就是有鬼上身 就是我們所說的奪捨 而這次他們上去 就是新會的這個求助個案 不僅僅其中一個求助事主 這條村也發生了一宗、兩宗 這次是第三宗 是否叫奪捨 就是整個人改變了 其實基本上叫鬼上身 奪捨 其實完全是整個… 鬼上身了很久 然後整個人奪走了 就叫奪捨 是鬼上身再嚴重的版本 是… 是… 你們倆就去到新會的現場 是… 就看了整件事 整個人是… 你會覺得很恐怖的就是 譬如我今天認識夢 認識浩雲師傅 那你突然間變成另一個人 是… 你的性格都掉轉了 我會覺得很害怕 很奇怪 他們整個家人 就因為很害怕之下 就打到我們 就是香港的求助熱線 拍電觀眾 記得了 如果你們有需要求助的話 你們都歡迎可以上到我們的網址 在市場裡求助 好,馬上阿夢和浩雲師傅 帶大家去新會看這個個案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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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幫你 我想來跟你聊天 看看是甚麼情況 看看是甚麼可以幫你 不用怕,我們會幫你 好… 好… 這個不知道是誰的 上身 甚麼阿師兄 上身,一定上身 不知道甚麼… 是甚麼是甚麼 不是 不知道是否家臣 不知道是誰 不知道,總之… 甚麼顏色 看不見了,已經上身了 轉過來 謝謝,我們拿一樣 妹妹,你試叫她轉過來 可能她未必聽我們說 姐姐,我轉過來,他們幫你的 他們不會令你那麼辛苦 你不是一直想有人幫助你嗎 但你不轉過來,我就叫師父打走你 小姐,我們來幫你的,你轉過來吧 你說不用 你讓師父看看吧,小姐 不用了,師父,我現在很重新去 我去找你 你不轉過來,說清楚甚麼事 我就叫師父打走你 謝謝 師父,現在不是人來的,是嗎?師父 我告訴你,不是人來的 爹 他轉過來吧 甚麼事 不知道,他轉過來吧 剛才有兩個人出生的 你轉過來吧 大家都好而已,對吧 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你別弄小女孩了 阿平 阿平,你轉過來吧 黃師傅幫你 不用跟他說這麼多話了 先出去,先出去,先救我 別這麼多人 時間太長 長多地步就說,他已經佔領了三文七八 三文七八已經沒有了,走了 即是在外的失蹤 如果這年中距離 他就不施住了,會直接死 好 糟糕 對,沒問題 因為他本身都很危險 他才是 阿平一直都不肯合作 沒辦法在他口中了解 到底發生甚麼事 不過由於知道他曾經走了去山後 失蹤了一晚 被人找回來之後 情況變得更加惡劣 所以豪雲師父認為 有必要去後山看看 在那裡,希望能夠在那裡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其實來到這裡 我看到那個羅漢基本上是不停的 我相信是那個電磁場 以及那個電磁場的問題 很多市主被潛生的 我懷疑都有機會是這裡的陰靈 但究竟為何一定要奪取 這個真的要了解當時的情況 我才可以去指導 雖然豪雲師父懷疑事件 跟後山的陰靈有關 但是為何陰靈會減中阿平 始終沒有任何線索可以推測 加上他完全不理會大家 所以豪雲師父 叫他的親人跟他對話 希望可以吐出一些內情 你聽話吧 我跟觀眾一樣,看了新媒的觀眾求助個案 我自己本人有很多問題 我自己本人有很多問題 我都想說 我想問問兩位去到新媒的 阿夢和豪雲師父 你們說去到這條村裡 不單是這家人有事 其餘還有兩家人有事 因為我們想去拍攝 但他們不讓我們拍攝 因為我們也要得到他們同意才能拍攝 阿夢,你去到這家人裡 我剛才這樣看 這個女生的樣子 又不肯被… 有一點恐怖… 有一點恐怖 當然我覺得人有親情的樣子 就是他媽媽和他姐姐 就很想幫到他 但你們親眼看到他 有甚麼感覺 因為我跟觀眾看不到他的樣子 是怎樣的 他很奇怪 他一直這樣轉轉,很陰邪 有空就眨了一隻眼睛 而且很奇怪 剛開始我們去到 他妹妹進去找他 然後就開了一盞燈 他就關了一盞燈 他妹妹又再開,他又再關了 到最後他整盞燈的燈子就扯了 我不明白 究竟阿萍是因為他被靈體上身 而怕光 還是不想我們拍到他 而關了一盞燈子 其實靈體來說 本身也不太喜歡光 其實燈子來說 他不會那麼容易怕燈子 只要他不喜歡 第一 第二,我覺得更重要的原因 因為他要做一些 跟你們意願相反的事情 去表示他的不滿 我不喜歡你們來拍我 以及去推走我 所以他就不停做一些違背的事情 譬如你叫他轉過來 他就不特地不轉過來 你叫他開燈,他就特地關燈 即是他要告訴你 我不喜歡 就是想不讓我們拍到他 我想問一下 你們兩個去到 因為我聽攝製組說 他說他晚上很奇怪 除了我們觀眾看到他經常躲起來 他就突然變成另一個人 他又會突然偷偷地出外 然後就買了很多東西回來 然後拿回家 是 因為他們好像覺得 阿萍原本是一個很勤力讀書的人 有讀法律 除了觀眾看到這個之外 又變成另一個人出去買東西 為何這麼奇怪 我真的不明白 而且他買的東西 跟他平時的風格完全不同 他平時穿得很樸實 但他買的東西很豐富 整個案件當然 家庭觀眾也很想知道 究竟發展得如何 稍後繼續看 其實他也很孤獨 其實我有一點覺得 究竟是不是這個女靈體 他好像沒有阿萍 有一個溫暖的家 我兩邊都想幫 但我覺得他這樣真的害了阿萍 好 歡迎大家繼續回來 我們《怪談》的現場直播 如果各位不幸有家人 很早就過了生 而他們又未結婚的話 你也可以為他舉行冥婚 只要你把你的個案 電郵來我們的冥婚郵箱 我們工作人員就會很快聯絡你 幫忙者尿卦冥婚心願 最近其實我們也接到很多 不同的冥婚的個案 都開始陸陸續續拍 當然要回到新會 看看這個真實求助個案 是否… 也會被冥婚 那麼婚兩壹 已經會輸給我們 和他翻賣 是否真實 所以我們要看 都已經被冥婚了 實踏出幻子 來自找人 是否因為 現在我看的情況是很嚴重的 文師兄也說 他已經完全被我靈體控制了 所以我希望可以救到他 現在浩雲師傅也在想辦法 去救阿萍 剛聽你家人說 你不太喜歡聽經 你不要跟我鬥,你不要跟我鬥 我一定贏你的,這秒鐘 他趕得很幸運 怎麼了 他趕得很幸運 真的怎樣 眼睛也很變嗎 不,張得很大 很胸 怎麼了?手震 你可否不要再霸佔阿萍的身體 你不要再霸佔阿萍 你還給他一個肉身 你有甚麼需要就跟我們說 師傅會幫你的 我笑 怎麼樣?師傅 我不想他整天再在房間裡 我一定要想想逼他出來 應該不可以讓他 是他自己的仰,不如熟地 你出來坐吧 你出來坐吧 當然 不怕 對… 師傅很精,從出來的身體 不要弄傷他 慢慢…不要弄傷他 坐吧 不怕 坐吧 坐吧… 他在燒嗎 他在燒,他在燒 慢慢出去吧 很重 聽爸爸媽媽說吧 我們幫你吧 不怕 坐吧 不怕 不怕 你坐一下而已 好看,你叫蟲子雷德哥 沒事吧 上蟲 好看 不怕叫蟲子雷德哥 有了,對不起,師傅 好看 阿姨,小心點 好看 我先帶你去 我先帶你去 小心… 我先把你放在一起 腳踏出來 我給你 我給你 你真的要這樣子 你還要發生中學生 你才知道你才知道 你以為風仙發生 神有靈印吐籤的意義 你才知道我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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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有可能我們幫忙幫忙喝酒嗎 有杯水嗎?來吧 不用怕了,他就幫忙 不用怕而已 不用怕,他睡吧 不怕而已 不用怕 他不是在那裡嗎 他笑了 他當然笑,這個狀態根本就不正常 好 他經常喝的時候笑 好 好的 有橡筋幫忙嗎 水 你放得到,你就放吧 好 給指甲劍吧 洗一下 阿夢,你灌它喝 是 夾著它吧 看著它的口,我怕它弄你 不用怕了,你不用怕了 不用怕 不要,那一刻不要吐 不要 扭開… 是 好,好… 你覺得他沒事了,他不用怕了 好一點了 是嗎 好一點了… 好一點… 全都軟了 不要緊,全都軟了 對,已經沒那麼大力了 全都軟了 好,他沒力了… 有了嗎?他沒力了 快點…不怕 不怕 不要吐,他會咬你… 不要吐,千萬不要 乾 不要… 小心 媽媽… 媽媽… 說甚麼 媽媽… 他叫媽媽 媽媽在這裡… 媽媽在這裡 是 喝完第一杯附水後 他的力量弱了 你看,平本身的魂可以… 我回家 害我回家 經歷那麼長時間 解決這件事 我相信還是一定要回一個 保證時間 一路一路給他 不斷去喝 淨化他的份量,拒走他 明白 剛才我試過單獨跟他談 因為我打算大家都是女性 起碼比較容易聊天 小姐 你有甚麼要跟我說 他越喝,我就越肯定發生了甚麼 小姐 你會這樣 其實我感覺到她是很孤獨的 其實我有一點點覺得 究竟是不是這個女靈體 她很羨慕阿平 有一個溫暖的家 關心她的家人 可能她自己一個了很久 所以她很羨慕阿平的生活 所以想霸佔她的身體 但我不管怎樣也好 她始終都是在害阿平 我看見她是一個很乖巧 我看見她有很多英文書 在桌上 我覺得一個 有機會學習這麼多東西的女生 突然… 這樣,我也很學會 所以我… 其實我今天來 我不是想收拾她的東西 但我覺得… 我兩邊都想幫她 但我覺得她這樣真是害阿平 如果她能幫她… 我… 都不怕她 我不是姐嗎… 我不是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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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很感動 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家人突然間 其中一個就是被鬼上身 整個家人都會很不安樂 所以家庭觀眾 如果你家裡發生這些問題 可以找我們求助幫忙 我們完全會過來幫你 我也問回兩位 包括浩雲師傅和阿孟 剛才觀眾看著這個個案 因為我聽你們說 他全程是避你們 完全不出聲 然後全天都不說話 為什麼突然會叫 好像求助那樣叫了一個媽媽 我很想問為什麼 其實最主要就是 大家看到我們是冠牆符水 冠牆符水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他被靈體侵佔的態度 其實是用符的能量 去將他靈體的能量降低 然後令到他的魂 可以自己擁有自己的身體 第一次符水… 反而這樣解釋 那一刻叫媽媽的是他本人 是他自己,沒錯 因為第一次符水在文師兄喝完之後 文師兄就說好了 所以馬上要他喝第二次符水 果然喝了第二次符水之後 他有兩秒鐘用了他媽媽 最後告訴他 是真正他的聲音 叫了他媽媽 聽了一個求助的聲音 不過很可惜在大概兩秒鐘後 他的樣子又回復了他之前 因為無奈就是他被奪死已經五年了 兩次符水只可以令到他 在短時間之內 爭脫靈體的一個佔據 而在那兩秒鐘就跑了出來 是 其實被鬼霸了身體 幾年的時間 當然,我就像嘉玲觀眾一樣 我就問你們兩位或師傅 他們現在怎樣 在拍完之後 到現時為止 那個視主怎樣 其實這種情況是 已經佔了五年 如果你馬上趕他離開 靈體就馬上離開了 但視主也可能是傻了 甚至最嚴重的可能會死 因為他的魂魄已經不能再去 控制他自己的身體 所以要不斷讓他喝符水 然後慢慢把自己的靈分提高 靈體的靈分去降低 然後最後讓他有一定的能力 就算趕走靈體 也可以控制自己的意志和動動之後 才可以再進一步去拘走靈體 所以之後已經有去寄符水給他們 讓他定時讓他喝 希望這次新會的個案 整家人都能夠快點沒事 當然下一節回來 我們就會回來香港的個案 稍後見 緊接我們的節目就是午夜空靈 而今晚的嘉賓就是馬君程老師 如果大家要任何靈異經歷 可以打來我們空靈異線 1831-121 然後馬上 剛才去了新會 就是觀眾的求助個案 馬上回來香港 香港這個個案 如果大家有看世界各地的靈異照片 其實我自己也挺震撼的 因為很多時候一些意外或車禍 車主或乘客喪生 有些記者就會拍到 死了那個人的靈魂就在現場附近 這些照片上網很容易找到 很多都有 很容易找到 但這次這個觀眾的求助個案 就是剛好兩年前的一宗交通意外 他的好朋友當場死了 但也有一些警務人員就說 你快點做些甚麼 快點做些甚麼 他的靈魂在這裡而已 如果你能做到這些甚麼 他就能夠救回生 整件事是不可思議的 完全是有新聞片的 當然這個朋友就很捨不得的朋友 因為他剛剛看到最近電視 有一宗同樣的交通意外 他就很擔心自己的朋友 就在現場完全留念 看看這個香港的真實求助個案 在11年121日 我一遊行聯誕 聯誕 之後一遊行九個人來清水灣 來到清水灣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意外 就這樣離開了 死者阿仁 是Alex最好的朋友 意外中 阿仁的頭部 撞製了一條電燈柱 重傷昏迷 當警方奉照到場 就遇上一名自稱擁有陰陽眼的警員 說出令他難以置信的一幕 當時有交通警員 就跟我們一班朋友說 他說見到我的朋友 就在草巡 他的魂出來了 十分鐘左右 救護車道 很暗 那個交通警員 見到救護員 就不斷和我的朋友急救 就走過來 跟我們一班人說 叫我們離心去做病 我們一班人就去到醫院 朋友在急救 他急救了二十分鐘 交通警員就跟我們談 他說 不如你們試試 在現場 蘸三支煙 叫他的傳名 就叫他跟我們一個朋友 嘗試帶他的魂 去將軍澳醫院 讓他回到他的陸生 表面看 這次雖然是一宗交通意外 不過Alex懷疑 背後跟其他靈體有關 聽聞在我的朋友走之前 這個彎 這條登村之前有兩個死者 是死者 今年三月也有一宗 很類似的交通意外發生 我看到新聞的片段 是和我的朋友離開地點 不是一樣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 我們的朋友就在現場 因為意外 不太好 恆山離開 我們也不想他 給他留在這個地方 接二連三的意外 加上Alex的心結 浩雲師傅和文師兄 決定去到事發現場了解 在三月份我看到這段新聞的時候 我就來過這裡看過 發現這塊是新的狀況 現在又有狀況 那你朋友撞擊的位置 都是這條嗎 都是這條 當時他來到案發現場的時候 他就跟我們一群朋友說 他說我的朋友出來了 就在這堆草蟲裡 其實這個彎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普通的落斜的彎 就不會是太過 搞到黑點的東西 文師兄 你在這裡附近 有沒有看到有靈體在這裡 暫時還沒看到 但是在那個彎 身處裡面那裡 你會發現到有很大陣霧 有些陰氣 有可能平時走這段路未必看到 但當自己那天 例如視雲較低的時候 就突然間很容易看到那堆陰氣 可能突然有一陣霧 或者那陣霧 可能幻化成某些影像 從那裡游走飄出來 突然間看到這些東西 就很緊張 而剛好這是一個出彎位 那一緊張 可能會導致一些失控的 情況就有機會向著這個狀態 可以在這裡嘗試找的朋友的命 然後跟我們嘗試招惹出來 然後對文師兄就會看看 會不會有他附有類似的樣子 一些的影像 或者靈體在這裡出現 荷雲師傅說 Alex和阿仁是好兄弟 只要阿仁的靈體依然未走 就很有機會成功交緊 濕虎雷心 莫乎三天 太上老君急請急到 如若不渡 身邊過教, 再來拜請 六支嘴大大謙威力 急急如令, 斥斥力 你這個朋友為人 看回來的話 其實你理論上是有幾個感覺 第一樣就是有機會的聲音 或者是圖像 那如果是隨便一樣他給到你的話 其實嚴格來說 就是他想傳達給你的信息 希望你幫他 或者他傳達一個很幸福的信息 給你告訴他 他現在已經沒事好 都不定 在那個身處的位置坐在這裡 儘量閉著眼睛 然後我心裡會念著他朋友的名字 問阿仁, 你是否在這裡 你是不是回來了 有沒有用我幫你 類似這些東西 其實我希望是感受不到任何東西 也感受不到他在這裡 如果我今晚是感受到他在這裡 其實他已經在這裡 留了兩年的時間 這件事是我找你們 實際上幫忙的主要原因 因為我不想他孤零零地 留在現場 尤其是 阿仁 阿力Sir 如果你還留在這一個地方的話 你給我一些信息 我想幫你 離開這裡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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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黏香 我做完事後,不久 文師傅剛才跟我說了 即是說,由一角度到了 不過那個就肯定不是你找到來的 如果你還在這裡的話 你給我一些訊息 同時,文師傅就在附近巡視 利用陰陽眼尋找人的蹤跡 誰知道靈體真的出現了 這裡也很厲害 這裡也很厲害 但是,是不是時主的朋友 不是 這裡有 在這裡 我看了這個香港的求助個案 我自己覺得很有愛 就是朋友 他打給我們 因為擔心他的朋友 依然在死的現場留念 你也聽到,阿夢也說 他最不想見到他的朋友的靈魂 還在附近 他最想找不到 另外我也想問問 剛才他提及到警務人員 他說,很多時候 我跟警務人員 甚至是消防 聊天 他們第一次去到現場 有人已經喪生了 他們其實看到他們的靈魂在附近 所以有個名字 其實是逐套一點 以前香港人的消防叫火燭鬼 因為他們會有機會看到他們 是嗎? 在現場看到那些人會喊 他們會說,過來這邊… 回到這裡 他們會幫助那些靈魂 幫忙喊回你的靈魂 是… 所以那些人就會稱呼他們 很奇怪 對 剛才我想問浩雲師傅 警務人員叫他 你朋友的靈魂還在那裡 快點三支煙 帶他去醫院 希望他能救回 是否可以 其實最正統的 例如我一向有做法 例如念咒 用朝雲靈 然後帶著三支香 然後親人稱呼那個人的名字 然後一直引他回家 但我相信那裡的情況比較緊急 找不到香、找不到所有東西 點著三支煙 然後叫他朋友或家人叫他的名字 這是一個當時的最好的做法 阿夢,你親身跟事主的朋友聊天 後期他能否找到他的朋友 能否找到朋友 就要看看拍片 真的厲害了 既然阿夢和浩雲師傅都不肯說 我和觀眾就乖乖地坐在那裡 等待下一節 稍後見 請找到吸引附近的靈體 各位亡民 阿仁,你在這裡嗎 這裡有個年輕人 鄰居有點像 他有一個,等著這裡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怪談》 對,如果各位觀眾不幸被靈體附身 或者家中有靈體騷擾的都可以向我們求助 只要電郵我們的怪談郵箱 工作人員就會很快地聯絡你了解情況 最近大家如果要留意我們的網 甚至微博或Facebook 其實我們最近發生了一件事 也要和大家交代我們工作人員 去看警察時 不知道是否一間鬼屋太厲害而暈倒 但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再次告訴大家 馬上看看這個個案 事主Alex的好朋友阿仁 兩年前元旦夜 在清水灣遇上奪命交通意外 浩雲師傅和文師兄去到事發現場 希望尋找阿仁的靈體 文師兄很快就有發現 這裡住 不是事主的朋友 不是 這裡有個伯伯 由於阿仁已經離開了一段時間 靈體不排除去了較遠的地方 於是文師兄開著電單車 嘗試再碰運氣 你看到甚麼狀況 還沒有 剛才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 走過來 現在還在 你剛才看過那張照片的朋友 文師兄 剛才你跟阿東 到處看了 有沒有看到阿仁的網位在附近 不見 不見 反而見到其他 見到甚麼 見到伯伯 剛才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 很棒的位置 然後在下面那裏 另外有一位女人 其實當時 這些伯伯 或者女人 那些 可能會站在出事外的地點附近嗎 令到阿仁 見到客人 撞車 因為這裏其實是山邊 如果真的有遊玩野鬼 最疾通常都會在這類型的地點 但阿仁那時見到的 是否就在他們的靈體 只可以為有可能 我覺得問題最大的是 那個洞位 那個陰氣 那個陰氣 因為實在太吻合了 在那裏見到客人 撞車彎撞車 這個機會性是最大的 清水灣灣多露險 加上這個做法 有如大海撈針 為了安全著想 和有更好的效果 浩雲師傅決定叫阿夢 利用招魂番 一次過招離清水灣 所有人體上車 希望從中見到阿仁 稍後我們可以沿路 舉起招魂番 上次在吸引附近的靈體 各位亡民 你們有需要的 不然就跟著我們 我們很希望帶你們走 幫到你們 出了很多年 有嗎? 出了很多年 阿仁,你在哪裏? 你的朋友想帶你走 你的朋友擔心你留在這裏 走不了 如果你在這裏就快點上車 我們特地來找你 我好像見到一些東西 見到? 我現在還見到的 是不是阿仁? 我看見一塊不知甚麼東西 在車頂 在車頂 在這裏 等一下 我看不到,我只看見一塊東西 在車頂 是不是阿仁? 是不是阿仁? 你是不是阿仁? 你的朋友想帶你走 沒有啊 我看見有一塊不知甚麼東西 三千萬個不問 連開,有點問 三千萬個不問 我不知道你是一班朋友 還是一位朋友 希望你可以跟著我們 慢點… 這裏有個年輕人 輪廓有點像 現在在哪裏? 在這裏,站著這裏 馬上走 大馬仁 被朋友來找你 不想你留在這裏 像嗎? 像嗎? 像是他 這裏 剛才我們出事現場多遠嗎? 相差七至八條燈柱左右 這裏其實轉了去的彎 就是剛才的位置 阿仁還站在這裏? 是,他很呆 好像是阿仁 但他不肯跟我們溝通 現在上Alex去看 跟他溝通,不溝通 他站著不走 待會我們跟他聊天 因為他不認識我們是誰 所以現在我剛剛看見 立刻在問 叫了Alex上來 因為他看到自己的朋友 有你覺得,整個感覺 和整個行為會很不一樣 因為他的身體是很瘦的 很高的 我自己看來的兩個人 其實有點像 可不可以看得上場 看得像嗎? 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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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炒過一個 澳門組織的車手 在這條路上 有人說是下面 在阿仁的位置 也有人說是這裏 去到三圈 睡那個 二十歲的年輕人 應該是有四個 我們其實繞了那麼久 都找不到阿仁 加上他的朋友 都看不到 其實相信阿仁都不在 不再會在這個地方 但反而剛才我們在 一直招勻 你和文仙兩個 你們兩個都看到 同一個形象 我們現在應該去找一個 不太光明的地方 我們將有緣 遇到我們剛才的靈體 又肯跟著我們走的 他超超到 有幾多 其實我們找了一整晚 都遇不到阿仁在那裡出現 其實我想阿仁他已經一路沒走 已經去了他應該去的地方 這樣其實是我最期望的事 因為始終請你們來幫忙 想清楚他是不是在這裡 如果他不在的話 我們一群朋友都會安心 多謝你們 謝謝你 謝謝敬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像我平时见到的灵体 是一个爆裂图案的一个影像 我们的车一直开得快 它一直跟着我们越来越快 就像一个手肘的形态 一直追着我们的车顶 我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灵体 我想问一下浩云师傅 清水湾这里经常会有交通意外 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 开车真的要小心一点 当然有些人说 他们那些地方经常有鬼运提神 榴莲在那里的灵体 大部分是交通意外的灵体 还是未必一定是 两种都有可能性 因为很多交通意外死的人 每天在那里往死 没有人做超渡的话 就在榴莲在那里 大家看到那里也是山区 所以很多是山边的游魂野鬼 所以两种灵体都有可能的 我再问下一个问题 就是那里清水湾里的游魂野鬼 如果有一些刺激的屋 它们会否都躲在里面 当它们是自己的兜 我绝对会 因为作为它的妻生之所 因为它们刚刚过世的能量很低 如果经常在很多人的地方 它们未必承受得到 所以躲在一些没有人去的地方 如果空置了的屋 就是它们最佳的停留的地方 刚刚告诉你 我们这个星期三 我们的工作人员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求助个案 我们也不停找一些叫鬼屋 我们工作人员 Aman跟我们的摄制组去找境 去到清水湾的一间屋里 他进去之后 突然觉得整个人 好像被人很不舒服 一两下之后就休闲 一声就立刻掉下来 然后我们的同事 就是乐仔 就打电话去报警 送他进医院 现在家庭观众放心 因为有看网上的资料 都知道这件事 但Aman现在身体没事了 既然那地方这么猛鬼 我们是不怕鬼的 不是 是观众怕 我不怕 下个礼拜不如试试那些地方 一起探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